今天我們一直在做直播 由於Lewer有點緊張 所以我已經開啟了錄音 希望大家如果在直播中聽不到的話 我會放回這段錄音上 萬聯新聞一分鐘的Youtube頻道 剛才一開始就跟大家說多一點我自己對普派的看法 以及一些即場留言的回應 直播的朋友Eric提議大家 調低你們看Youtube影片的解像度 應該可以的 沒關係 我已經錄了 萬一真的不行的話 就放回我萬聯新聞一分鐘的頻道 讓大家可以重溫 看來可以的 大家也要調低一點 好 看回第一條 五個顯示 五個跡象的 第一條片 看看大家的留言有什麼說 Yin說普派打國家隊的時候防守是多一點的 另外Ten指證我 國際米蘭賣去巴翠龍拿那個球員是Martinelli 我口快就說了Martinelli Howard說如果普派做到藥 反巴人士一定要吃安眠藥 另外CNY說 聽聞普派打前鋒出身的 有沒有可能幫普派轉打中鋒 一個前鋒 四個中鋒 一個前鋒 一個中鋒 四個中鋒 四個後鋒 即是打4411 或者4231 等普派打前鋒 其實我記得 我記得摩連奴當領隊的時候 我們都提議過找普派打前鋒 當然 你問我普派打前鋒也未必是對的 因為我看到他的走位 未必是對打前鋒 都是那句 領隊都是覺得他打防中最好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因為 其實他真的可以打前一點 不過剛才Penny也解釋了 可能後場不夠人 唯有用 就是用他 班奴說得對 記得LIKE 記得CLS 另外Kaito就說 無心踢的人強流都沒用 收得回 買他的本 就好放了 Kaito這個說法 我覺得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在停賽之前 其實普派有一段時間 給我們的感覺 都是有點想走 尤其是最嚴重的那一期 就是 Minorala 他的經理人 和曼聯和 蘇斯特查罵戰 那段時間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那段時間 我和Kaito的看法 也有點像 如果他真的有心走的話 你留他真的沒用 這是真的 因為 一個球員如果沒有心踢的話 你肯留他在那裏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OK 所以呢 但問題就是 那時候就沒有事件發生 沒有這個大件事發生 所以那時候我也說 如果買得回 成本最好的就賺一點 都是一件好事 其實是win-win的 如果球員想走 你賣得回 一個好的價錢 那就win-win了 但是現在搞呀搞呀 去到近期 這個跡象就越來越不像 例如我之前說的五個跡象 甚至乎在曼聯的角度 都好像不想他走 仍然都 在普巴角度 好像 剛才說了 我覺得罵得最激烈的 就是 Minorala 在搞事的時候 現在 Minorala也不出聲了 究竟是什麼葫蘆買什麼藥呢 無論是什麼葫蘆都好 看個細節 起碼普巴是想留下的 那就真的 要看一看 對吧 好 Marco就說了 他想走也沒辦法 但是 如果我是萬元的管理層 我會留一留 看看情況有沒有改善 沒有的話就賣了 Kevin就說 不是很想巴神留隊 如果留隊是多踢好球 Kevin 你說 你說這個 你說這個道理 我100%同意 當然希望留隊是多踢好球 Erik就說 如果找P6打前鋒 就會浪費 我也能立即場 職場的朋友 要到144才沒事 提醒大家 Penny就說 如果最後普巴走不了 還要續約 對我慢的愛 不是真的是真愛 球迷應該 好好看球就算了 不要出聲 V6回答 就算最後普巴走不了 還要續約 並非因為真愛 因為歸咬現在的情況 要球迷 閉嘴 或者不出聲 就有兩個辦法 第一 讓球迷看到你全力以赴 第二 命令 他的經理人 以後都收口 第一 沒有人會反對 因為 球員很簡單 其實 無論你用什麼人工的球員 或者你怎樣的球員 除非你自己 說真的 除非你的人格有問題 假設你的人格不是有問題 你只要在球場上踢好球的話 球迷一定會贊你的 很簡單 說真的 所以 這個也是 但是 這兩天的視頻 這兩天的視頻 我都跟大家說過了 始終 足球是一個人的比賽 一個人的努力 就未必可以 完全做得了所有的事情 所以 跟隊友的配合 都是一個 很重要的因素 當然 最後 還有一件事 就是 領隊的安排 球員 始終踢什麼位置 都是領隊安排的 好像我們剛才所說 其實為什麼普巴蛇 踢到那麼厚 我們都不明白的 是不是 所以 其實 始終足球是一個 團體運動 你說一個人可以改變到的 真的很難 我不是說不行 不過真的很難 所以 真是一些 頂級的人 或者球員 才能做到一個全家 其實真的很難 一點也不容易 OK Penny再回答V6 並非因為真愛 他只能歸咎現在的情況 反正做什麼都不服氣 何必幻想 他會 做你說的那些 老實說 兩個 的討論 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 但最終是怎樣 就要看普巴 說真的 這件事 無論是Penny 或者是V6 都解釋不了 包括我都解釋不了 或者不能作出一個 叫做評估 因為真的要看普巴怎麼想 還有那句 踢球都是客觀形勢的 說真的 我就算當你普巴 他自己真心去用力 但是隊友不幫忙 或者隊友夾不到 或者怎樣 都是會踢得不好 說真的 我經常都覺得 就是 起碼做足本分 說真的 如果你 踢出來 其實 我又覺得很有趣 其實呢 我覺得 有時候 看職業球員踢球 我們 比如我 其實沒有踢過 很多東西 我們以為很容易 但其實未必那麼容易 還有 其實有火氣的球員 就比較好 為什麼呢 你表現出你有火氣的時候 起碼我 會覺得 你是很有心 有些球員 就不是那麼 有火氣的 其實那個人可能定一點 有可能一定程度上有著 卡叔 卡叔你見他沒有火氣的 但是他是不是不認真踢球呢 當然不是啦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 有時候看球員 都要看球員自己的性格 那個性格 究竟他真是比較上 叫做 火氣大一點 或者 他真是平淡一點 始終有點不同 這個我想大家都要想想一下 好 接著 Jona就說 他想走就不要留了 如果不走就爹心肝踢好一點 很多人都已經對他沒有耐性 這個我想很多朋友都會這樣看 另外 Thomas就說 聽了大巴那麼久 都知道大巴想保巴留 都要走 大巴總是認為 搬勞和他產生化學作用 這裏我也要多說一點 昨天那兩條片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分析 不同的方向 包括大環境 包括萬聯的方向 萬聯球員的方向 或者普巴自己的方向 或者普巴經理人的方向 那些跡象 那些跡象 都是他不會走 我還是說一句 他走不走呢 老實說 我說了很多次 現在的萬聯球員 誰走誰不走 其實我看得很平淡 我覺得球隊沒有說沒有誰不走 OK 因為 留球員永遠在球隊裡面只是一個個限 他會走的 他可能會變成萬聯的球迷 所以他仍然愛萬聯 所以我覺得 留和走沒有問題 但是 你留在這裏 就當然是大家這樣說 你要對得起 萬聯這個徽章 這個就是這麼簡單 我都知道很多朋友 對普巴有保留 這個是明白的 OK Roy說如果普巴今季因為價錢問題走不到 希望他用好球證明自己 在下季再高格離隊 清走其他的瘀血一樣那麼重要 就是其他的球員 就是其他的用不到球員 這個明白的 同意 KH說 不要啦 普巴走啦 有他一個拖累三四個球員 非常 普巴打正前鋒 那麼想入球 不用他回防守 當然 KH究竟是不是 真贊成普巴打前鋒 這個我就不知道 但是 其實我也挺想看的 但是當然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有領隊會找普巴打前鋒 所以 已經是 摩連奴 和 蘇斯特查也沒有了 之前 法國隊也沒有了 還有這個在周雲達斯也沒有試過 應該沒有試過啦 據我的認知 所以 這件事我想我們都幾難看到了 OK 現在就是昨天的 下集 第二條影片的留言 OK OK Ross就說 相信普巴會留下 其他 其實他的球技打得不錯 Ken就說 普巴心態其實就覺得不是太差 而他和萬元的球員關係 球員的關係也不是太差 技術方面認為他是頂尖 要找一個讓他打得 要找一個角色 要找一個位置給他 就讓他可以打得更好 Eric這個話說得好 Eric就說 辦公室的模式 很多時候大聲就好像做到事 Eric這個 比喻 非常之正 非常之正 OK Leo就說 個人的意見就是 就是 不論是經理人想有理想的轉會 不論是經理人想有理想的轉會環境之後 就為普巴轉會 或者普巴想表現自己的價值 歐國杯對於經理人和普巴都是重要的 普巴當然要以表現入國家隊 經理人想在歐國杯 球員有表現轉會市場 就有機會 所以普巴應該會留隊 最好當然就是 跟Buno有一個良好的發覺作用 只要多位穩定的防中 萬元有好的成績就只一可待 B6就說 如果普巴真的叫肥仔收聲就最好 這個我們猜的 不知道的 湯姆就說 普巴在 對球上的時候 上樓梯 差的時候想走 即是輸大贏 大巴哪有這麼便宜 這個我在今天我的影片 就回答了湯姆 Siu Ming Siu Ming就說 他對普巴的看法 就說 我覺得普巴是想幫萬聯贏杯的 證明自己其實都是客套說話 有多少球員加盟大球會 不是這麼說 取悅球迷 而說客套話 我覺得不可以當真 第二 他就說一無依巴 普巴就不懂球隊 艱難的時候挺身而出 到球隊有番好轉就轉態上樓隊 一尾喊走 又想做freerider 哪有這麼著數的事 對於無心幫萬聯踢的人 一個字 難 第三 普巴跟Buno 可不可以共存 雙下的問題 我就傾向不成功 當然 如下九場比賽 只要證明不成功 我想如下的問題 就是要普巴坐 板 還是擺踢防中呢 如果是沒辦法 怎麼解決 如果是沒辦法解倒第三個問題 蘇比和木仔真的認真考慮和他續約的問題 勉強續約除了人工方面的支出會增加 亦很大機會步上摩佬強行續約 到最後 舔完整的後層 是的 蘇明你說得很對 我們萬聯都試過幾次了 希望今次 就可以吸收了之前的教訓 之前那些我不提了 傷心事 所以我們之前 萬聯在之前續約 都真的舔了幾次 Henry就說算了 是一個計時榨底來的 一場是球王 一場是業餘素質 質素 還要放他上場才知道 他哥哥是什麼級數 要看心情 球員還扭? 醫院就說我對普巴的轉會 最好是普巴可以全心全意留下 其次就是盡快出售 最差就是沒有心留在萬聯拖日子 普巴最多可以在萬聯兩年 若拖一年對萬聯的財務發展 都是不利的 其實理論上普巴如果在 在旁邊的話 他只是多一年 因為如果他真的在旁邊的話 我不相信球會會跟他 踢著那個自動最好條款 應該就不會 Yin就說經理人 從體展為主 今年的情況 所有球員身價大跌 所以 轉會他的佣金也會少一點 所以先收聲 何況普巴可以拖到最後一年 他的收益就更大了 Yin這個看法也有可能的 絕對有可能的 因為 始終 現在的轉會費 即將轉會費肯定會跌 這個絕對有可能的 多謝 我知道有些現場的朋友 是聰明的 但也在這裡撐著 我現在看到 我的直播 真的死了 所以沒辦法 很多謝 現場的朋友 繼續撐著的朋友 很快 我講完之後 就會立即將這條影片 盡快上去 萬聯新聞一分鐘的 YouTube Channel 威凶說可不可以講一下普巴的壞處 我今天 這個直播開始的時候就說了 這個直播我想現在 是不清 但應該 開頭應該是OK的 我待會看看有沒有辦法 我一開始說了普巴的壞處 Joseph就說如果普巴不走的話 我就很想看看 他可不可以會去另一個位置 或者跟班尼一起踢的效果 我自己覺得 他自己覺得普巴可以有一個六號仔 亦可以慢慢發展成為世界級的六號仔 Penny就說 無論他走不走 清楚的是普巴一直得到跟伊勢的支持 如果他真的在場上駕駛攤又破壞跟伊勢 隊友會不會公開支持他呢 球員不是傻的 上年努卡古走 都不是這樣的待遇 一班懂得球隊友一直支持 一班不懂得球迷 支持他走 這個警方是有意思 老實說 我都明白的 如果是 一個 叫什麼 球員和球員之間的看法 和球迷和球員的看法 是 說真的 是很不同的 這個我都明白的 但是 Penny說到 究竟是 是不是球員就懂得球 球迷就不懂得球呢 這一點 我自己就有保留的預地 Penny 好了 好可惜現在直播聽不到 不然等Penny回應 我也好 好了 到今天的影片 今天的影片的留言比較少一點 應該差不多就 完了 真是多謝各位朋友 在這裏 錄影的時候希望你們聽到 各位朋友 還在等直播那裏的朋友 真是多謝你們的支持 不過很可惜 今晚不知做什麼了 又壞了 好在我現在有錄影 好 這裏 今天的第一條影片 原來大家的留言 都是 CLS OK 沒話說 留言全部都是CLS 先看看第二條影片 有的 我記得今天有人說話 好 第二條影片有的 OK 好了 Thomas說 迪基亚有神救 所以人工始終可以理解 山神不提也罷 正正剛才有朋友都說了 其實已經開始走下波 現在他是進攻球員 人工會比較高 一直以來我們都罵 穆仔 在他交易上做錯 普巴在萬聯球迷心中 在高層眼中 視為 能帶領球隊奪冠 但視以怨為 所以就得出反效果 他人工 是要 是要他能攻能守 在中場做一個串連的進攻防守方式 但他的表現就攻不銳 手不穩 這個就是Thomas的看法 不過 Thomas你講了這件事 我就想重提舊事 舊事就是什麼呢 其實普巴剛剛加盟萬聯的時候 其實我做了節目沒有?我忘記了 但你問我的好朋友麻英就知道了 其實我自己本身就不是太過 覺得 普巴 是能夠帶領萬聯奪冠的一個球員來的 即是他未加盟萬聯的時候 我已經不覺得他有這個能力的抗爭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 我對他的期望本身就不是太過 Thomas現在直播在看 哎呀好可惜你不知道你有沒有聽到呢 看看 剛剛是這樣的 哎呀 哎呀真是壞 不過不要緊啦 Thomas剛剛呼應了你 也剛剛看到你在直播那裡留言 Anyway 我想可能和大家有少少不同 或者和部份的朋友有少少不同 其實普巴來的時候 我對他那個 對萬聯的影響 其實我不覺得他那麼厲害 老實說 他來的時候我已經不覺得他很厲害 我也不覺得因為他會令到 我們拿到反底 或者做聯賽冠軍 所以因為這樣我對他的期望本身不是太高 OK CKS就說 同意 其實普巴打法一直沒有變 都是偏愛引球出擊 吸引注意為隊友拉空位 但摩連奴的萬聯英超跑到最低的球隊之一 當找不到球隊 普巴習慣性就控球在腳 繼續尋找隊友 但通常就是這個時候失控球權 所以當打落位失控球權 往往變成致命的罪人 而且普巴防守偏向力量攔截營 而非 企圍保護防 我認為防守中場 一職對普巴是一個枷鎖 而對球隊亦計時炸彈 所以雙方都沒有好處 反而覺得box to box比較適合他 反觀普巴在早幾都是踢352的中場位置 引球自由度較大 K角位昂微於附近 普巴最活躍的範圍 而負擔沒那麼大 可以享受自己的足球 派牌有個大師級派路 Dirty World又有達以為 但普巴在曼聯又要派牌 又要引球突破 還要防守 還要麻煩 其實普巴為曼聯 仁至儘盡 想離開都不可以 這樣的工作你都不想做 雖然他有時也真的爭不下 CKS也補充 有時也爭不下 Soo Ming 我替Soo Ming開心 Soo Ming就說 他公司不算老闆 找得最多人工的 的確是最做得的 這刻很放心給他做 我覺得Soo Ming很厲害 你這個工作環境絕對值得一讚 我自己沒那麼幸運 就這樣說 普巴之前 所以球迷對他有高的期望 和他身價 是有直接的關係的 所以有時也真的特別 我就是 另類來的 因為我 就像剛才所說 其實普巴來到的時候 我對他都沒有什麼期望 OK 好 他說 Sorry 你在早期表現 球會根本不會 如果你在早期表現 球會根本就不會花太多錢 買你回來 所以怎麼說都是沒得兜 不是說生齊事不值得罵 但是生齊事是交換回來 而普巴用了接近 9千萬磅去買 生齊事並不是 free的 所以你說得對 雖然生齊事我們不用付出轉會費 但是其實就付出了 Megatarian 去交換 所以 一定程度上 等於 給了一部分的轉會費 他就說 球迷對普巴的期望 在他的角度 無論如何都會 高於生齊事 所以說普巴的萬聯成績 差想走 有些成績想留下 到這一刻 我仍然覺得 他是想做free rider 也是那句 花了9千多萬 一有錯敗就想走 而不是挺身而出 這筆錢 真心 使得不值 你說外面的球員 見萬聯沒有歐聯 就不來踢 別人都沒有萬聯球員 我們還沒有花錢 但普巴不同 普巴反過來說 普巴是在我們沒有歐聯 那一屆就肯來萬聯 在這方面 對於我們來說是好事 因為他見到萬聯沒有歐聯 都肯來萬聯 他第一屆是打歐霸的 所以這件事 是不是對於普巴又 對萬聯有些情意結呢 可能有 這一刻我們的球員 是否應該 至少踢好球 有作為萬聯球員精神的球員呢 這個大家自己評價 我覺得 蘇明說的都是有他的道理的 Penny就說 打禁後點入禁區 我想 Penny可能就把兩樣東西混合了 因為打禁區那個 想他打禁區那個就是朗尼 OK 但是他打禁後的就是我們的領隊 就沒有機會被他打禁前 那我呢 就主要都是想說 就是他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不要維持球那麼久 就是想多些自己 想多些辦法 或者跟隊友比較多 那就不用整天維持球那麼久 那麼容易出事 我都想他多進禁區的 但問題就是說 如果他多進禁區 就未必是打六號位 是不是 我想 如果他打六號位 入禁區是難一點的 但是我就不想他打六號位 但是領隊要他打六號位 第二 朗尼也曾經批評 萬聯武雄心想走 即是朗尼也說萬聯武雄心 但是說真的 其實也花了不少錢買人的 如果用錢來計算 第三 不過朗尼自己最後幾年 我不是太過幫朗尼 如果說到朗尼最後幾年 第三 普派一個人做三個人的工作 算得 算對得住份人工 身價就Penny也有保留 Penny最後就說 雞和雞蛋的問題 雞就是普派喜歡上腳 拖曼球小節奏 喜歡個人表演 經常手下失波 雞蛋就是 隊友缺乏走位 沒有人衝上前 雞先還是雞蛋呢 我比較同意大把的看法 論能力普派絕對是世界級 我覺得現在的萬聯 前面 沒有明確的目標去交球 他不要打控球防中 應該谷術打攻中 要扭球 在別人禁區扭 Roy說 人工周身 越高 因為他以前出席的表現 而比他 作為一個相對的回補 就是因為人工那麼高 所以對他要求一樣那麼高 責任一樣 越大 和要求 其實我發覺 我呢 可能我看的方法 是真的有點另類 因為我真的 好像剛才所說 普派來萬聯的時候 我已經對他沒有期望 因為我覺得他根本不是說得那麼厲害 我簡直覺得 萬聯花那麼多錢 我當時罵到飛起 用那麼多錢買一個球員 我自己覺得 不是那麼厲害 所以我當時也罵得 我自己反而不想普巴加盟 我不是太想的 可能真的因為這樣 我比較另類 所以我對他期望又不是那麼高 還有我自己的看法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我不會用身價去看 怎麼說呢 我不會覺得一個身價高的球員 一定是 厲害的球員 一定是踢得好 Sorry 我先修正一下 我不覺得一個身價高的球員 一定是一個球隊裡面發揮得好的作用 很簡單的道理 剛才我記得做直播的時候 Penny也拿了幾個例子 其實過億的轉會收購 大部分都是糟糕的 尼瑪 Gao Félix Osman Dembele 是不是Osman Ozman 去巴塞那個 Coutinho 全部過億的轉會都是糟糕的 糟糕到飛起 所以 轉會費高 是不是一定在球隊裡幫到手呢 其實看上去好像真的不是 OK 來到這裏 因為我盡快都想完結了這裏 就可以上去那個 萬聯新聞 一分鐘給大家聽這一段 OK 我現在來到這裏了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再一次再一次支持 現在還在看直播的朋友 多謝你們 拜拜